新闻开始在哪个关系是昨天晚间发生在国道的严重车祸 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处发生的追撞车祸 当时有辆自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 而自小客车毁损相当严重 一共有三名伤者 其中两人被救出时失去了生命迹象 另外还有个五岁女童则是头部撕裂伤 人员从几乎已经全毁的车辆当中将受困男女给救出 不过两人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赶紧送一抢救 另外还有名五岁女童只有头部撕裂伤幸运获救 19号晚间10点多国道一号243公里处 靠近云林交流道南下路段发生一起追撞车祸 一辆自小客车追撞工程车 我们是我们前面几刹车我们跟那几刹车这样 所以被追撞的对不对 对会被追撞我们的 幸好有个人没事啊 我是有腿有受伤 有一点受伤 我是内伤 这小客车严重变形车内两名大人一名小孩一度受困车内 三个人陆续被救出 两名大人命为五岁女童获救 车祸封闭外泄两车道严重影响交通 后方车辆一度回堵超过一公里 至于车祸发生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